秋冬天气干燥,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道汤 清明滋润,老少皆宜 做法也是特别简单,两分钟就学会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做小雕梨汤实在非常讲究 带皮的雪梨,蓝粥的百合,泉粥的桂园 福建永安的花梅,宁夏的枸杞,奥丁的芦根 新疆的大枣,段木整朵的小银耳 您也甭找了,这一包我都给您退齐了 这也是老北京一路秋,家家户部队熬的小吊梨汤 我们先把卢根,还有新升级的段木小银耳 放在温水中,浸泡上20分钟 都说一里润三秋,秋冬天气干燥 而雪梨水分多又特别的甜,特别适合秋冬吃 先把雪梨切成小块备用 要想让银耳容易出胶,一定要掌握这个小方法 其中的一半切成大朵,另外一半剁成碎末 直接丢入到大一点的锅中,加入卢根和百合 倒入2500毫升的饮用水 其他的食材先不用加了,先给它煮上20分钟 因为是新升级的段木银耳,出胶的速度特别快 就可以倒入雪梨,红枣,花枚,取梨干,桂圆 用小火慢炖上15分钟 注意不要盖盖子,小心一锅了 出锅前撒上枸杞还有冰糖,煮至融化 煮上一锅,也就是3-4人的粉 秋冬换季又干燥 一定要多给家人煮这款老北京的小吊梨汤 老少鸡鸡,清甜甘润特别好喝 好,就是这个老少鸡鸡 100分钟